夕阳西下漫步在沙滩上 两公里的海岸线 爸妈带着孩子换上泳衣 坐在海边享受脚边浪花拍打上岸 一旁还有小朋友忙着挖沙盖城堡 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哦 会不会怕危险 不会 为什么不会怕 因为这里离海很远 危险两个字 小朋友哪里听得进去 还有年轻人站在沙滩上 连城一台疯狂跳跃 和眼前美景拍照留念 因为他们脚下所踩的这片沙滩 其实根本禁止进入 这里又被称为梦幻沙滩 就在麦寮六清厂附近 行程的时间不长 结构不扎实 更有坍塌危机 上面看起来是沙滩 但是银子可能打下去就会陷下去 云林县政府设立公告 担心坍塌加上底下暗流 现场无人管理更没有救生员 美丽沙滩禁止进入 现场将开罚一到五万 假使盈利最高可罚十五万元 但镜头直提下 网路上一传十十传百 每到假日游客如之 必须要有人来这边 就是需要一点维护 对 因为这边没有人管理 会有一些危险 不少民众替梦幻沙滩来发声 希望县府不要设下禁令 但基于安全考量还是得禁 否则出了意外 谁能负起全责 杰热文斌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